6月10号 河北唐山机场路一家烧口店内 多名男子暴打两名女子 监控视频显示 打人男子走进店后张望了一会儿 随后走向坐在门口的女子摸了一下她的后背 在被女子呵斥之后 她再次伸手 想要进行肢体接触 白衣女子将其推开后遭到殴打 随后双方打了起来 打人者一会儿先将黑衣女子打倒 又将白衣女子拖到店外进行殴打 截至11号巴士 警方已抓获8名涉案人员 包括主要犯罪嫌疑人陈某志 牛某 抓捕视频中 两名男子趴在地上 一名女子蹲在车旁 记者采访多名律师了解到 受害女子可向施暴者所要包括治疗费用 雇工费和精神损失费在内的赔偿 当时旁观者若上嫌制止 属于正当防卫 人民日报微博对此发表评论称 唐山这起全欧女子事件令人震惊 不仅挑战了法律 还挑战了社会秩序 挑战了大众的安全感 被打女子仍在医院治疗 病床上的她们需要一个公道 全社会需要一个交代 尽快依法办理 让施暴者付出沉重代价 人们拭目以待 针对网友热议的喝醉酒失去控制能力 是否影响刑法问题 北京中营律师事务所 律师林一兰告诉记者 醉酒在刑法中称为原因自由行为 即虽然实施犯罪时 犯罪嫌疑人喝醉酒没有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 但导致他没有这些能力的原因是他自己造成的 不影响其承担责任 上海全点律师事务所主任邓学平律师告诉记者 数名男子对他人进行暴力行凶 正在侵犯他人合法权益 此时如果旁观者上前制止施暴男子属于法律上的正当防卫 不属于防卫过当 不负刑事责任